大家好,欢迎回到新一集的摄影情报室 大约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说过 有关Sony会出一支20-74光圈的Zoom 有点特别是打破了传统中间距离招距的Zoom 多数以前以往都是28-70或24-70 但这次是20-74光圈的 亦都是G镜 虽然不是G Master,但是定位呢 Sony这次是很放心在市场上做得比较好 就是它已经承认你那支镜子 是比24-70的Generation 1 就是第一代更加Sharp 没有第二代那么Sharp 但是比第一代Sharp 其实以一个新突破的Range来说 其实是挺厉害的 因为一个新的光圈设计是不简单的 大家都知道以往为何24mm在全面幅箱上去做到70mm 整支镜子本身都可能甚至做到82mm Filter 但今次Sony是保持到Filter厚厚极之外 重量也是很厉害的 488克而已 应该是比市面上任何同类型的四光圈的同一招去的镜头 即使是24x70都很接近的 其实如果玩Sony玩得久的朋友 都会记得其实在第一代的年代 赛斯那个年代 他都有支24x70四光圈 其实今次有些什么改进呢 相对来说跟赛斯比 你会发觉整支新的镜头 对焦速度会60%快速以上 因为加了两个Linear摩打 不是最顶级的 你看到大部分最顶级的Sony有四个Linear摩打 但今次是两个Linear摩打 然后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光圈设计 亦都用了一些Software或者一些后制 即是现在新的技术去保障整支镜头的变形 以往来说 通常你会用Lens Blower去做一个矫正 令到整支镜头在这么阔的焦距 去到这么长的焦距 高倍速的焦距来说 效果可以保持直线 那这支镜头呢 除了变形矫正做得好之外 还有今次呢 有两样东西我觉得做得不错的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它本身的最近对焦设计 去到0.25米 微距放弹率呢 大概去到1比3.69 那其实都是挺advanced的 那这个是70mm计算的 那基本上你拿这个距离呢 它又可能不够某一些镜头 例如是 腾龙的35150那么近 或者是2040那么近 那但是呢 基本上我觉得 应付了你说 现在有些花啊 小昆虫啊 大部分的情况 应该是ok的 那另一个 我觉得比较欣赏的设计呢 就是它本身加入了这个 就是 Beathing Beathing的compensation功能 就是拍片的时候 那个呼吸效应 那其实以往来说呢 通常很多公司 不是很注重这一类型的东西 但是你看这几次 这几次Sony 就是刚刚最新公布的那些镜头呢 是这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那由最近对焦 到最远对焦的范围里面 就是无限远啦 那它那个 画面的移动 和那个抖动呢 是 因为有了这个 就是 就是 招距的 Beathing 呼吸效应的補偿 那所以呢 是会比较smooth 很多的 那如果我就会想啦 大部分这支镜呢 就很适合 就是香港做分舍的朋友啦 拍开event的朋友啦 就是 如果完全又要 现在拍完movie 可能再加一支 刚刚DJI全新出的 第三代的mini版本的gimbo 那就会是一个 挺适合的 开工的利器 就是一个镜头啦 那你会问 传统20到70 就是会不会对于 选择镜头呢 是一个 就是颠覆了以往的设计呢 那好像 如果你问啦 那艾伦本身就有一支 35150啦 那我想很多用家会用 就是 可能传统来说 用2875啦 或者用Sony 2470啦 G Master啦 那其实真的会是 会 那4mm移到20mm 都真的挺重要的 但是 起码有一些镜 你不需要去换回去 一支 传统的Wine & Go 的便招上面 那变了呢 在拍风景啊 拍不同的倍数那边 是好很多的 那整支镜 那这次 也都跟141.8一样 就是 几款不同的镜 例如是 那外形似是24105的 旧版24105 四光圈的 但是你细心看呢 其实它是 跟141.8一样 那用了一个 轻量化的外壳设计 那所以整支镜 保持到488克啦 那另外就是 也都有 就是 可以给你自己 config的 就是 Custom Function的Lock啦 光圈环啦 IOS Lock啦 那所有基本东西都齐 就是齐的 那另外你会发觉呢 整支镜的那个 光的设计呢 就是16块13组 那有两块是 高精度的飞球面镜啦 那也都有一块 ED飞球面镜啦 那还有一块 复合的飞球面镜啦 那最值得欣赏 和抵赞的地方呢 就是它本身 那一块 那边的飞球面镜 是保持到72mm 那所以基本上 就会是挺好用的 那整支镜 刚才说的 488克啦 那最长的长度 都是99克 刚刚大 99mm 大概 即是缩回来的时候 是10cm不够的 那如果 跟近排Sony的镜 镜比较呢 你会觉得它是 很像 16-35-4光圈 Power Zoom 每支 再稍微长一点 那也都比G Master 的一代和二代 都小很多 那也都轻了很多 那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是20mm 那所以你 你这支镜呢 你装在 APS-C的镜头上面 的相机上面 它是变成30-105mm 那都是一个 挺好用的Range 即是变成了 如果你是有APS-C的机身 又有Full Frame的机身 Sony的 那真的 这支镜的海洞程度 我想配合你这部机 用在你这部机的时间 是会长很多 那 那 价钱呢 我也觉得合理 又不是很夸张 那 看回知道 是不是1099美元 估计 我想香港 大概去到 9千元 那应该 以Sony的 这支镜来说呢 其实这个价钱 都算是合理的了 那 还有 你会问 Zoom镜来说 如果中间 标准焦距呢 其实2.8行定光圈 和4光圈的分别 是不是很大呢 那 我觉得 就是个人觉得呢 其实分别 真的不会很大的 因为本身 如果你说 以 变焦来说呢 其实呢 2.8呢 本身的山景 可能都不及 不及一些定焦 你唯一我想到的分别 就是你 可能拿回 又是藤龙35150 那 它最Y那边 有2光圈 那2光圈 你就会开始看到 有些景深的分别 但是如果2.8行定光圈 4呢 我觉得 可能 两者的分别 就不会很大 可能只不过是 通光量的问题 但是通常 现在新机 那个Y数的 表现呢 基本上已经 将4光圈的问题 解决了很多 整体上来说 整支镜 我觉得是一个突破性的设计 以往来说 做到24至70 那已经 好 大家都比较好 比较好 比较大 但是今次就是这款镜 轻得来 又小了 但是焦距呢 又扩展到20mm 那真的挺好的 对于选择镜头来说 也都好像有少少颠覆了 传统的概念 就不用 一定买大三元 你可能前面 只需要有一支 定招的14 15 那你就可以 基本上 再拿 再補回这支 20mm 至70mm 的镜 那就可以用了 那其实 你见Sony的策略就是这样 之前 腾龙出了一支 20-40 那支给2.8 全开 那支 也都是小支 但是腾龙的技术 也都有少少 跟Sony不同 例如没有了 刚才说的 就是会细枝了 有行定的2.8 光圈 但是呢 就没有那个 刚才呼吸效应的补偿 而这支呢 就是小一级光圈 那么 价钱当然贵一点啦 但是呢 就有 招規也都寬了 20-70mm 4光圈来 给你去比较 那如果你是普通的 那你还有24 70mm 2.8的第二代 所以呢 基本上 整个系列呢 是真的 完全好 比较全面 那我都挺期待 这支镜的 那也都 对于Sony来说 在2023年 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想不到 就是今次的保密功夫 做得挺好 虽然之前传了出来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可以知道那个 镜头基本上 的規格是怎样的 但是今次 看回样子 还有什么实物呢 还有看回 我看到DP preview DP preview 其中一个 C的分别呢 就是它找 Resolution Charge 解像力图 比较F4 和F8 那分别真的不大 所以这支镜呢 我想会在香港受欢迎 那如果你有心订 有心买的 或者是有心 就是如果你本身 又没有2470 那我建议大家 可以尽早下顶 就是我的个人 个人推介 那如果你本身 有2470 那其实呢 可能对你来说是 看看 就是你拍什么 如果你说 拍Event向的 就是 或者 不想整天换镜的 那这支镜 会更加适合你 那如果你本身是 觉得G2470 例如是 第一代的 那其实效果 都应该 不会差得好到哪 那可能可以 暂时hold一hold 看看Sony 遲些又没有回阵 那可能在稍稍低价 的情况之后 才会考虑购入 那就会好一些了 好了 那今集节目时间 是这么多了 我的评价 都是这样 那之后 如果大家喜欢like 这个video 就麻烦大家like 那还有呢 就如果你是 不记得了 或者忘记了subscribe 视频情报式的 大家帮忙 按一按 那下集 下集节目时间 再和大家聊 拜拜